出訪歐洲和中亞五國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週日在哈薩克斯坦短暫訪問期間 首先會見了有家人在中國失蹤 被拘留的哈薩克族人 他表示 已與哈薩克斯坦外交部長討論過 保護逃離迫害者的基本人權 聯合國和人權團體估計 約有100萬人 其中大多數是維吾爾族穆斯林 被中共嚴酷拘留 在與哈薩克斯坦外交部長穆赫塔爾 特里伯蒂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 蓬佩奧讚揚了哈薩克斯坦正在調查 從中國傳入的新型冠狀病毒 引起的46個疑似病例 從而為阻止疫情傳播所做的努力 並保證美國將提供技術和實驗室設備的支持 在談到美國中亞戰略時 蓬佩奧提醒哈薩克斯坦 警惕俄羅斯和中國的投資與影響 相信與美國公司合作會取得最好的結果 新唐人記者徐哲 張祺綜合報導 臨人記者 張祺維 臨人記者 張祺維 臨人記者 張祺維